宣布开放日本核实 还说这样子才有机会加入CPTPP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呛中央了 嘲讽想靠吃核实加入CPTPP是做梦 名嘴更提报连日本人都怕的 辅导五线式的核实 甚至被抓包偷改自己的食品标签 蔡政府强渡关山宣布开放日本核实 还说是加入CPTPP的乔门专 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以为然 给到百姓不切实际的期望 蓝军也痛批不止台湾人怕 日本人自己都对核实心惊胆战 曾经也发生过两次改标签 表示日本人自己都很害怕 这五个县市的 那你要改标天才卖得出去 在党更提报 这次开放日本幼儿食品 辐射容许量竟然比肥料的要求还要低 我们在婴幼儿食品标准 其实是50倍克每公斤 我们的肥料要求是零减除 凭什么身为妈妈 我不同意这是一个合理的标准 网友纷纷开酸 你说核实符合国际标准 那核电厂你关什么 蓝军酿串联执政县市 围堵核实发动反制 开放核实各界罵班 但蔡政府选在大选年初 提早拆掉核实炸弹 有人讽刺总统策略好厉害 民进党治国不怎么样 选战真的一流我非常钦佩 看不到的核废料 蔡政府告诉百姓很恐怖 看得到的日本核实 必须要百姓吞下肚 吃了萊猪又要迎接核实 未来还不知道百姓要吞什么 记者黄文君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